好阿一丁 阿一丁进来了是不是 好 等一下我先 我先谢谢斗内 来我先谢谢 微信的斗内 谢谢这个C 你说我是个正常人 我是个正常人 谢谢你啊 谢谢 来谢谢吊 谢谢谢谢你的斗内 谢谢阴谢谢 然后谢谢W 点拨卡卡的单口相声 不要哦今天是我的单口相声 来再谢谢U啊 谢谢然后谢谢雷 谢谢 好OK 好来接下来呢 我来访问一下 这一位呢是来自新疆的小哥哦 等一下让他自己介绍他是来自新疆的什么地方哦 他应该是三十几岁吧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接过他的call in 我们一位老网友了 来 接下来新疆的小哥 来阿一丁你开麦 喂 接下来 阿一丁你好 来来来你要把YouTube关掉哦 好 等一下啊 我把这个YouTube关掉 对你把YouTube声音关掉哦 真的怎么样 真的怎么样这个声音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来 阿一丁你好 来阿一丁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新疆哪里来的 我新疆塔城的 新疆塔城的朋友 哎你几岁了现在 我三十五 三十五是不是 好那个阿一丁我给你做了一个头像哦 让大家能够看到你的时候比较具体一点哦 好 来新疆小哥 来这位来自新疆塔城三十五岁的新疆小哥 来那个阿一丁哦 你看到这个报道 你有什么感觉想要讲的 你发表你的意见吧 首先跟你聊过 其实因为我是北疆的嘛 嗯 我觉得我分身来的话 我没有太多的这个 就是对这个南疆那片种棉花 不是太要紧 但是我之前我是跟你说 我是10年12年的时候 大概是12年的时候吧 12年的时候 觉得是在上大学嘛 嗯 那我上大学是在南京上的 我是那个 明考汉嘛 明考汉嘛 明考汉 什么东西 明考汉就是少数民族 考汉族的那个学校嘛 哦哦少数民族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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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然后呃 我是在那个南京读的大学嘛 然后我们那边的话呢 嗯 嗯 大概12年的时候 就是每次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会碰到很多的 那个时候还很骚了吧 嗯 就是有很多那个 呃 苏北那边呢 呃 因为我我我我们就是从乌鲁木齐过去的话 就是走徐州 然后走赫兰那边 那边就是说 每年都到那个9月10月的时候啊 还有很多那个 呃 就是当地人去 呃 到我们新疆那边去摘棉花 嗯哼 呃对 到我们那边去摘棉花 然后 是当地人是 汉人 对对对 就是汉族人 就是到我们那边去摘棉花嘛 摘棉花的话 我就听说他们就是 呃 待遇还可以吧 但是也不是说 那种非常非常 好的那种待遇 就是大概就是两个月 一万多块钱 两个月一万多块钱的话 人民币嘛 然后保持住这样子 那OK啦OK 但是他们都是自愿去的吧 对那肯定是自愿的 这个待遇铁定生 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雪面花 我今天 嗯 之前跟你讲过嘛 嗯 然后你让我去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那个雪面花 那个 也不太可能嘛 然后 就前一段时间那个 我还在那个Globhouse上 跟那个谁 那个乌尔开西 你知道吗 你跟乌尔开西怎样 对的 我 他一直想找我聊 然后 我之前跟他就是说沟通了一下 我感觉 嗯 我们可能就是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了 就是那种感觉 嗯 嗯 还有很多想法 我觉得 其实在 在那个年代 我还是有点 配合他的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跟他根本就 没有办法沟通这个东西 然后 就纯粹就是 等一下 你方便 你方便说一下 乌尔开西找你 他 他说了些什么 让你觉得无法沟通吗 嗯 嗯 其实本身来讲的话 我 我 我不是光被沟通过 然后 包括上一次 我还想上节目 但是我想了一下 我就 就没有去过来去聊 嗯 他们在聊的时候 就是很 有很重的这个 我们说 他们说我有意识形态吗 我说 其实真的很 很重的意识形态 就是你们嘛 嗯 他们反而有意识形态 嗯 对 我觉得是有的事情 我等一下我给你讲 这个 因为我是学AI的 我知道这个 他一个就是 我们说政治 基本上还是做决策嘛 一个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大概我是 呃 比较清楚一点 嗯 但是他 他在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考虑的 就像通缉学里面的医院回归方程一样 你知道吧 他只是一根线的 一根线的再去找 不是一个多元的一个想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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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所以说 嗯 我们先回到这个棉花 回到棉花 回到棉花 来棉花这个新闻 棉花这个事情 我再想了一下他本身就是 嗯 一个是 你去想一下这个BCI和哪些东西有关 BCI 就是刚才你没有说 就是和美国有关 对对对对 我已经把这个脉络解释了 对对对对对对 我刚才有听你说 只是 还有一个就是说和这个 欧洲的这个品牌 就是衣服的品牌 对不对 和欧洲衣服的品牌也有关系 嗯 我们还还和一些 嗯 什么关系就是说 比如说中国的服装产业 对不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最近才刚刚签订了一个 中国贸易协议 嗯 就是他这个东西 他美国为什么去打这张牌 就是这个牌 他所造成的一个联谊效应 是怎么样子的 他其实 我觉得他为什么就是说 经常打新疆的牌 那很多人就是脑子如果 比较简单的话 就是你如果是 比如说珍藏一些小粉红 或者是看了一些什么东西 他可能过于简单的去想 就是在扰乱中国的这个安定团结 对不对 其实他深层次的 他不光是扰乱这个中国 你标明上看 他确实是 他有一个扰乱中国的一个概念 他其实他深层次的 还是有一些博弈论的一个理论在里面 嗯 比如说中欧的关系 那美国再介入 我去搭出来这张牌的时候 然后他和这个欧洲的关系 就说一说我就觉得就是说 因为很多品牌都加入了一个BCI嘛 你去抵制H&M就是应该的 但是如果是就是过分的抵制欧洲的品牌 这个中国和欧洲的一个关系 然后可能他有的人是不是余翁得利 对不对 我们在刚刚和这个欧洲这个 签署的这个贸易协议嘛 对吧 他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在想这个问题嘛 嗯 对吧 嗯 然后棉花的事情我真的我不敢多讲 因为 呃 我知道就是 现在就是大概就是40%是极限化的作业 然后可能不像那个一二年的时候 呃 需要那么多的一个人力嘛 对吧 但是你能讲的是 但是你能讲的是 是很多人 你能讲的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刚刚说什么 我让你说 就是我当时就是说我上学的时候 因为大家 我觉得呃 因为9月份和10月份是新疆的一个旅游旺季 对 只要是大陆在那个时候去过新疆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年代去过新疆的时候 你要是坐货车 坐货车过去的话 你多多少少都会碰到这些人 对不对 嗯 就是到新疆拆棉花的就是东部地区的汉人 我觉得这个就不需要说太多了 嗯 不是说什么学汉的一个棉花 现在40%的是极限率 那么 那可能就是说呃 不需要那么多的人 嗯 不需要这么多的人过去拆棉花 但是呢 呃 可能就是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拆棉花 但是呃 可能就是呃 就是极限化作业嘛 对吧 我知道你你你你你讲的其实很清楚 两个点啊 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机械花作业的比例很多了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亲身的经历 就是说 就算要人工采的 那那也是招聘的嘛 那两个两个月一万多块 还包吃包住 呃 那那就是 我要人我就给你钱 你就来 我还给你吃给你住 那这跟血汗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就是这个职业的话 呃 我我将是在的就是说 医生天台再怎么严重的话 你不要呃 去 毕竟这个新疆这个棉花 还是大家辛苦种出来的 而且 你真正如果是替维吾尔族人着想的话 你你其实为了这些人 那你应该就是说呃 为了他们吃饭呃 过得更好一点 对不对 你也不应该就是阻止他们的棉花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吧 对吧 嗯 包括这前一段时间 我说这个因为你知道我在台湾 比如说那个那个那个锋里的事情 锋里的事情 锋里的事情我跟你讲 我我我我我我个人买锋里 我吃了这两天都都快这个秃了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要买很多锋里刺 因为我我跟你讲 因为我我们家是养牛的 你知道吧 我我小的时候就是就是 就是养牛 那个我我我我能够感受到就是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然后牛出来的时候如果是牛卖得不好的话 我那个心里头的感觉我真的是很难受的啊 所以说我知道那个农民就是他花了一年的时间 种出来以后 然后种出来这个东西他如果卖不出去的话 他那个心里头就是会非常不开心 对啊 所以说其实他们也蛮辛苦的嘛 就是所以说我我感觉就是我能做到的就是 呃 手里做做一下就是我个人能做到我做一下嘛 哦 然后就是就是有关这个民族的问题 我我之前我也说了一个因为我是学AI的 我知道就是说一个决策 我们就要讲一个决策如何去做出来 嗯 然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有关这个意识形态的斗争 我我感觉我我我我我对我们这个呃 呃大陆还是有信心的 嗯 就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就是我觉得嗯 基本上基于现在的这个呃 这个呃技术的发展 嗯 然后再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这个做决策 如何做决策 呃 不过今天这个话题跑得有点远 嗯 嗯 可能就是下一次我我我会跟你聊一下 这时候有关这个决策的问题 嗯 嗯 嗯 好没有关系 那关于棉花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或者是相关的事情 没有我跟你聊其他的 嗯 棉花的话 我我我我刚才就是跟你讲了一下就是大概就是他有可能就是说有没有就是说他故意就是在博弈论里面你去抛出来这个这个话题以后然后他和这些这些这些品牌啊这些包括呃这个这个这个关系他他肯定会有一些呃连单的关系嘛对连单的关系我会我我我感觉他这这里面应该是经过计算的他因为他不可能傻 他因为H&M跑出来这个话题他一定会知道就是说中国会抵制的嘛对不对 好那那那那我再问你哦 以你在新疆生活的经验来讲你有感觉到任何产业上面被被压迫的对待吗因为不不只是棉花嘛一定有很多其他产业比如说像你的畜牧业或农业还是怎么样有没有所谓的血汗劳工的情形 这个血汗劳工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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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没有啦我就是没有啦因为我啊对我 不过附近的朋友做生意的人很多嘛就是没有但是但是我之前我有跟你聊过就是说因为原来问题原来问题就是说少数民族在做生意方面可能是需要的话更多一个努力知道吧但是就包括包括我们那个哈斯克族有很多就是和旁边那个哈斯克斯坦嘛嗯嗯和我们哈斯克斯坦在做生意的有也有很多就所以说我觉得嗯这个也是有事嘛对吧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有 两两个月的这个环境里面有很多就是说从哈斯克斯坦就是那边嗯就是进口像面粉啊什么东西啊像我们新疆的这个呃面粉呢还有棉花啊就是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嗯嗯嗯包括哈斯克斯坦的面粉也非常非常好嗯嗯你在推荐你们家乡的农产品 嗯嗯对对哦没阿斯克斯坦就已经推荐我们的评荐非常好对哦而已 有在講我他是說我是這個腦子被中共洗腦了 喔他說你腦子被中共洗腦了 包括那個那天就是有一個哈薩克斯坦的 然後說我不配做哈薩克 你說哈薩克的 你哈薩克的同胞說你不配做哈薩克人 對對對 為什麼 他說就是說我被洗腦了嗎 喔他們說你被洗腦了 就很多人就說我已經漢話了 說我漢話了然後被洗腦了 喔你已經沒有哈薩克人的驕傲了這樣 但是怎麼說呢 我有些話題吧 我覺得大家思考的方面 就是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我不是說我是學理工的 我不是說出於民主感情的角度去考慮的話 可能另外一種感覺 但是出於就是說離職的角度去考慮的話 可能就是我們在怎麼樣做決策 然後要考慮各個方面的問題 然後包括這個做決策的話 有一些內容嗎 因為我不是我是學理工的 所以說我在這方面可能就是說 相對來說比較偏那個數學一點 就是如何做決策 然後我之前我不是跟你聊過 我說將來的話 我們沒有政治理念的衝突 有可能大家就是基於一個AI 然後做決策 台灣遇到的哈薩克族 或者你的同胞 或者是也是同樣來自新疆的朋友 你是少數嗎 我說你的想法跟意識形態 你是少數嗎 對 因為台灣這邊其實沒有太多的哈薩克族 但是維吾爾族有很多 維吾爾族嘛 對維吾爾族的朋友 對維吾爾族的朋友其實還是有很多的 但是維吾爾族的基本上 還是他的意識形態和台灣的大部分 意識形態是一樣的 他就是比較遵從這個什麼 民主啊 自由啊 這些東西 都是反衆嗎 大部分都是反衆嗎 對對對 嗯 大部分我覺得都是反衆 所以說 我最近我也不太願意說 因為我現在我人在這個地方嘛 嗯 我知道 很喜歡聊聊這些話題的 對啊 對啊 但他們聽到你的聲音 會不會認出你啊 然後就就就把你 把你把你帶到暗像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 我應該做什麼太過分的事情 對不對 你還好啦 我也不要太太去逼迫你去講一些什麼 但是你就就照實講就好了 對對對 他們的意識形態是這樣也是事實嘛 對啊 OK啊 好 就是 就是說你 你 對啊 我 對 對對對 大家線上的網友也稍微體諒他一下 他 那個我們這個阿一丁小哥 他還要 討好生活的 他旁邊很多朋友都是 跟他的 想法會比較不一樣 所以他還是要過好自己的日子 保護好自己比較重要 好啦 就是那個 阿一丁 所以你說你在這邊遇到的 新疆的朋友 或維吾爾族的朋友 基本上 都是意識形態都是反中的 比較多啦 然後像 所以他們才會說 你的腦子被中共洗了 這樣對不對 其實我是覺得大家不聊政治的話 關係都非常好 你知道嗎 就是我也不太喜歡 因為平常這些比較忙 然後也不太喜歡聊政治最近 然後不聊政治的話 大家感覺都還是蠻不錯的 但是意料政治的話 你如果是跟他們政治理念不一樣的話 就很容易上頭 你知道嗎 嗯嗯嗯 了解 包括聊歷史啊 要聊寫這個 有關學術方面的事情 我覺得都很開心 然後或者是平常開開玩笑呀 對不對 我覺得都很開心 但是意料政治的話 馬上就吵起來了 他們會跟你吵 你脾氣感覺比較好 應該不會跟人家吵吧 其實我脾氣還是比較好的 但是我在跟他解釋的時候 他總是覺得 嗯 我在解釋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總是用我的這個 就是我所學的就是管理學 包括這個 AR這些 比如說神經網絡 比如說我們那個 因為我知道 你用科學的解釋 對 你用科學的解釋 大陸在做很多的決策的時候 比如說 根據我們那個 模糊理論 CDI 就是如何去做一個正確的決策 然後他和哪些東西有關 然後在做這個決策的時候 它是形成一種疾症的關係 然後最後在 總之科學啦 你用科學的解釋 最優化的一個方案是怎樣子的 對對對 科學的解釋 它會牽扯到一個各個方面的利益 對不對 我們要找到最優化的利益 因為你其實政治本身就是在做決定 對不對 對 你在做各種各樣的決定 但是你一個決定下來了以後 你不可能就是說非黑擊敗了 它要涉及到各個方面的利益 那如何去平衡各種各樣的利益 這裏面就是需要 你去很多層面去考慮問題 不能單一的層面 說我就要民主 我就要怎麼樣 那它裏面它會 就是會牽涉到方方面面的這個 層次方面的東西 對吧 然後你要去均衡各種各樣的關係 然後最後得到一個最優的一個 結局的方案 這個其實我覺得大陸在這方面做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不錯 尤其是那個 鄧居隆教授 他現在已經 已經 就是 不是圓集 合上才叫圓集 他人叫過世 沒有關係 對對對 就是他現在已經死了 然後 但是 但是他就是 那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他創下這個理論基礎非常非常好 他是那個叫 我們叫模糊 模糊立論 就是回憶模型 他如何去做決策的 包括依賴各種各樣的矩陣關係 包括GP神經網絡 Aidin 你要體諒一下我們線上的網友 就不要講得太學術 你可是在念博士 那Aidin 你說你是基於比較理性跟科學的思考 去跟他們溝通 那他們是 那相對的 他們就會很單純的覺得 你沒有監督的話 沒有民眾的監督的話 就是說你這個決策都會去把民眾當成韭菜嗎 把民眾當成韭菜 對 我說那就算你把民眾當成韭菜 也要韭菜長得旺盛 對不對 你才有最大的一個收割的利益 對不對 其實本質上就是這樣子 一個圓丁 那如果是韭菜難聽的話 那我說他是圓丁好不好 對不對 那他也要養花朵 讓花朵長得更光神 對不對 這算是他 不是也就是這樣子 你非得發生說韭菜的話 本身就是在一世現代嘛 然後他就說你被洗腦了 你已經被洗腦了 你怎麼能這樣講 我們這個民族都照不到了 然後你把你所有的民族的文化傳統全部丟棄掉了 然後他們就會這樣講嘛 就是說有時候我會講的就是說 我們說就是爆出那個文化傳統 那就是說以前的歷史 他那個時候和現在這個科學那個時候也是不一樣 其實民族的文化也在不斷的進步融合了以前的文化 還有現在的文化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說像哈斯克斯坦 大家都知道他們其實也是被俄化了對不對 俄羅斯化了對不對 我在那邊我在北部的哈斯克斯坦 被捕的時候 我基本上我講哈斯克語 他們都聽不懂 嗯 我到大學裡面他們是用俄裔教學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是不是也是一種 就是說一種文化被那個 被那個怎麼說被滅絕 被慢慢的就代替掉那種感覺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是真正的你去學到了一些 科學的東西 然後結合我們本來民族 自己民族的東西 然後再發展出來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才是 最好的保存我們本民族的東西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圖鏡對吧 所以說我個人感覺 其實意識形態不要這麼重 就是大家 畢竟他能夠給你這樣一個環境 然後讓你去創造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我覺得這就夠了 這對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已經還不錯了 你就沒有那麼多的意識形態干擾 之前那個陳老師的那個話我也聽 就是說 他推薦的那本書叫烏合之中 我之前我也有看過 對我就覺得就是民族社會的話 就是你會容易被這個輿論綁架 被輿論綁架了以後就可能就出現了一些 你不想就是說你沒辦法去做的事情 你被中共洗腦了 喂你怎麼斷線的啦 好啦開玩笑啦開玩笑 好啦阿易定我問你喔 你來台灣多久了 我來台灣大概兩年了吧 兩年了 你可能來的還不夠久啦 你可能要多待一下啦 你的觀念也許就會改變 好啦開玩笑 這句話我覺得每天都在聽你知道嗎 我真的 你周圍 好你剛剛講到就是 來自新疆的同胞 你在這邊遇到新疆的朋友 是這樣的反應 那你在這邊遇到的台灣朋友呢 其實我沒有太多的意識形態的話 我藍色的綠色的 我都有很多朋友 其實跟他們聊的也很開心嘛 包括綠色的朋友其實我也有 但是你就不要聊政治嘛 不要聊政治 然後大家大家就心情氣呵 再去討論問題 就是論事嘛對不對 就是說我覺得 我覺得是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不要聊政治 不要去控制這些敏感的話題 人家會跟你聊嗎 這種太多了你知道嗎 我每天都在跟他們解釋新疆的問題 我其實我頭都大了 我都不願意去解釋的 怎麼解釋 他們會怎麼問 他們就說你看你們新疆人怎麼樣 受苦啊 然後新疆是地獄啊 所以是 然後很多人都在問 新疆又沒有集中營啊 就是哎 就台灣的朋友都會問這些問題是不是 我很好奇這個問題 我每天都在跟他們講這些問題 我會覺得很偷偷 你每天都在解釋 只要是見到那個 大家就聊得比較開心了以後 然後就是比較認識的現在朋友 然後他就會問 哎 你們那個新疆那個吉祖名是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新疆那個是不是有的人比較激進啊 你跟他聊久了以後他就罵你你知道吧 我說沒有那個你想想的那種集中營 怎麼和我想的不一樣 你被洗腦了吧 馬上就是後面的一句就是你被洗腦了 他們覺得是你被洗腦了 不是他們自己想錯了 對 他說你已經被洗腦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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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那有沒有台灣的朋友聽到你的解釋以後 相信你說的話 也是有啦 但是其實我在這邊我是不想再去國度 再去聊一下我問題 因為聊太多的話就是別人會會講 你是不是過來滲透的啊 我那天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就是那天在那個群裡面在那個群裡面在聊 然後他們說你們不要給阿姨丁講話 他是國寶 他是什麼 他說我是國寶嘛 國寶 為什麼 他說我是來台灣滲透的 他們說你是來台灣滲透的是不是 對對對 比如說我平常我就不要聊 那我不聊了 OK 也是這個樣子 好啦好啦 那我問一下你 那你目前你在這邊就學的生活上面 你應該都 都感覺還蠻舒服的吧 因為你在學校受到那些待遇 應該還算有善 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嗯 不知道 嗯 就是家生士的 平常的話生活啊 各個方面還是不錯的 大家只要不要聊政治 對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其實只要不聊政治大家都很好了 我覺得大家都還好 對啊 台灣其實就是太多政治了 但台灣人真的很瘋政治 真的是有的時候我就感覺 就他們最想像中的那個新疆 就可能就是我小時候的那種感覺吧 你小時候新疆怎麼樣 真的是不好嗎 對小時候新疆可能就是 可能就肯定跟現在是沒辦法比 小時候人生活條件 各個方面都比較辛苦 嗯 所以可以 其實阿易定某方面來講 我們可能也要體諒一下 烏爾凱西 因為烏爾凱西 他離開中國的那個時候 他的那個印象一直在他腦海裡 所以 他是真的相信 這些人 對 這些人其實他本身 他並不是說什麼壞人 他以為那個心眼的 這個就是比較壞嘛 對 他不是這種人 但是他就是 他已經 在沉醉的那個自己 那個世界 他那個年代當中 你知道嗎 他也沒辦法出來 所以說 沒辦法交流 是這樣子 對 他離開中國的那個印象 太深刻 烙印在他腦海裡 所以他就是 就是這樣想 那個已經是一個信仰了 沒有辦法去改變的了 所以說 理解 就是理解了 對 也是理解他了 好不好 好啦 那謝謝 謝謝你阿易定 謝謝你今天接受我的訪問 謝謝 以後有機會常來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謝謝你阿易丁 謝謝謝謝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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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縮